滿滿的原位安塑被藥局人員拿下 不只六種商品 超過兩百六十四萬罐 遭預防性下架 現在又有民眾投訴 另一款安塑配例也有問題 有民眾打開後 全結塊看到嚇壞了 打給廠商 對方回說 可能是運送過程碰撞變質 要求回收檢查 民眾擔心 這並非單一個案 民眾如果你有購買到這些 有疑慮或者覺得異常 直接就向居住地所在的衛生單位來反映 那也可以把手邊的檢體提供給我們 亞培變質事件不斷擴大 目前臺北市衛生局已經將安塑配例 等其他二十九項產品全數送驗 避免消費者再買到有問題商品 那我們食藥署當場就要求 亞培公司在一週內 也就在十七號之前 要提具完整的這些相關的原因 跟他的結果 完整的檢討報告 送到我們食藥署 十一號下午 亞培再度發聲明 除了下架的六款產品之外 其他都可以安心使用 但產品變質幾乎變成一日一爆 食藥署和業者 盡快給民眾一個答案 記者陳家倫李玉涵 台北報導 好